今天帶嘉義 現在要去吃早餐 我們現在在凍來攤吃早餐 然後在凍來攤的內用的點燈方式呢 是你要在外國拿菜單 然後進到座位區之後 跨完你的想要的餐點 然後再走到回來去付錢買單之後呢 就可以拿到像這樣子的一個點單單 然後我點了一個日式煎餃 跟這一杯紅茶豆漿 剛剛吃完的早餐 現在要去嘉義車站放行李 謝謝你啦 然後給了一個這個 然後休息要在5點前回來拿 之後呢我們往森林之歌的方向前進 然後Google說從嘉義車站走過去 大概10到15分鐘 本來是兩次的大青菜單 再加上雲田 超酷的地方 也要糊塗 什麼叫做雲田 待其他放棄 好看板 好看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刚离开了森林区跟要往北门车站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呢 经过了这个阿里山铁路局的车库园区 然后这里其实展示很多像这种阿里山火车 而且还蛮多台的 然后也有铁轨啊跟火车在铁轨上面的一些造景 其实整个园区还算蛮有趣的蛮好拍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像他们这样 申请团体导覽我想可以听到更多故事哦 那我们偷偷就与他们吧 这个地方下面是煤炭 上面是装水的 这个煤炭的话 它这个煤炭大概分有六格 在里面有分六格 分六格 然后煤炭的话 先加第一格 然后一段时间再加第二格 然后顺序在第三格 六格加完的时候 都有加了 然后一段时间又从第一格来加 后面这栋建筑物呢 好像是市定古蹟北门市 但是我刚刚有进去一间超市买税 然后有走进去看了一下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一些装潢 其实都还保留了那些日式的风格 如果你有来快一生活村 我觉得这一个小小的点你也可以来走一下 因为很近 大概只有两分钟的路程 那我们就在这里稍坐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往快一生活村的方向前进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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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的午餐台呢,我點了一個 就是金蔥的那個鵝拌飯 然後搭配套餐 然後這個套餐的話是140 然後這個飯的話是80 所以加起來通常是160 然後B餐的部分的話呢 是可以選一個就是有半食蔬 然後跟鵝丸湯或是90元的飲品 然後我選了一個鵝丸湯 然後上來的時候我覺得有點驚艷 是他還有送這四分之一顆的鵝蛋 然後剛剛其實有提醒我們說就是 飯要吃之前要先攪拌 那我們就先來吃飯吧,開動 我可以選擇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就决定不进去多广 直接往下一个点前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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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演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